有一个评委说呀 我恨不得五个第一名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现在是万表消息 百大斐力刚刚发布了最新款世界时万表 而宝珀又给作家颁发万表奖金和润笔费了 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礼如期举行 青年作家林兆以作品《潮西图》摘得首奖 这个奖项是由瑞士高级指标品牌宝珀 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联合发起的 新来的同学们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说一下宝珀这个品牌和作为奖品的万表 有一个评委说呀 我恨不得五个第一名 但是只能投一个 嗯 理想挺丰满呀 四五七集团中国管理委员会成员 宝珀中国区副总裁廖信家先生 与评委梁永安林白罗祥 共同为获奖者颁发奖杯 文学奖委员会授予林兆 由宝珀提供的三十万元人民币奖金 以及宝珀经典V系列万表一枚 其他四位入围作者均获得由宝珀提供的两万元人民币的润米费 这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呀 算是实实在在的激励了 相比诺奖 宝珀文学奖还算是触手可击 咱们说说宝珀这个品牌啊 在logo上拥有manufacture 和dohlo 折合意 也就是高级制表的身份印记啊 宝珀是一个真正的高级制表品牌 1735年注册成立 应该是最老的万表品牌 没有之一 宝珀以瑞士威勒黑小镇为传奇的起点 287年的时间啊 经历岁月变迁和历史上的种种选择 宝珀始终坚持只做机械表的高贵传统 坚持不做第二等级的万表 来看看获奖作家和作品啊 潮西图 作者林兆 想象归立 文字清奇 以巨蛙奇幻冒险故事 折射反思 历史转折时刻的突破与局限 从变形预言到命运共同体 从帝国巡游到海底天然气 全作巧妙运用了粤语方言 这是一大特色 潮西图 从南方启航 是向南方以南的未知境遇 开启你的想象空间 再看看奖品宝珀V系列万表啊 这个V就是宝珀287年的发源地 威勒黑的意思 V系列在整个万表行业 定义了一款经典古牙的正装表 而表迷们给起的昵称啊 良心破则指的是基辛的顶级做工水准和品质 在不断内卷的当下啊 还能有品牌踏踏实实的制造这种精致的万表 让人肃然起敬 时代的进程太剧烈了 已经成名的作家 虽能体察上一代的感受性 但未必能体察下一个时代 所以中国文学的希望在清理 宝珀这个历史悠久的万表品牌啊 对我国文学事业的支持是真诚而实在的 他让这一事业可持续发展 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缺境的时期 美国作家斯坦贝克说了一句话啊 一个写作者身上肩负的职责 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 就是把种种惨烈和失败袒露人间 在痛苦和不堪的梦境中苏醒 引入光明 导向进步 在百达斐力上海原地十周年特别展览上 看到一款百达斐力新出的5230P 薄金表壳 240机芯 珍珠驼 所以很薄啊 特别适合正装厂格 而且带世界时间功能 全球限量25枚 所以又是一个抢手货 不过这款表啊 话里有话 表盘不是法郎 但很有讲究 你看啊 中央是红色的 世界时区城市都是白色的 而伤害又是红色的 世界时区的跨分啊 是工业革命 尤其是铁路的普及催生出来的 提出了24时区的概念 咱们中国啊 跨了五个时区 但是咱们全国呢 只用一个时区 北京时间 印度和朝鲜等国 甚至把半点时区啊 作为官方时区 多少有点政治色彩啊 世界时范表 传统上把咱们时区 用香港来表示 那么现在改成了伤害 也是政治正确的创新吧 你想想啊 2022宇宙最大创业项目 第二十届股东大会召开 全球瞩目中国红啊 2022上海人民付出巨大 中国时区啊 值得把上海飙红 我可能想多了啊 其实这是百大菲利庆祝上海 原底十周年的特别限量版 限量25枚 虽说疫情对大家发财 有一定的影响啊 但是总有抓住机遇的吧 再加上全球藏家 错区抢购的因素 这颗表应该是比较抢手的 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的评论区留言 一键三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次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